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現在均勻的圓盤 質量是大M 半斤是R 轉動軸 唯一通過圓心的計軸 角速度是Om 是求此圓盤的轉動關量 圓盤轉動關量我們怎麼找 我們就把它做無窮的小切割 把它切割成無窮多個小圓盤 那每個圓盤它的半徑是小R 然後它的厚度是等於DR 它的厚度是DR 厚度等於DR 好 那我們曉得說 那個圓盤 圓盤它的轉動關量的話 這個圓盤的質量我們叫做D大M 它的轉動關量我們叫DI 圓盤的轉動關量 每一環 一環一環的轉動關量是等於 D大M 乘以小R乘盤 乘以小R乘盤 好 那我現在要把每一環的轉動關量 存乏加起來 那怎麼做 這個D大M 除以什麼呢 除以這個 總質量 這個等於 因為它是均勻的 跟它的面積乘盤 原盤的面積是等於2π 小R 再乘以它的那個 原盤的厚度DR 那除以多少呢 除以這個原盤的面積是π 大R乘盤 所以我就曉得 這個什麼呢 DM就等於多少呢 DM就是等於那個 消掉 R 就等於 R平方 分之內M 那這個是2RDR 好 那再乘以多少呢 乘以這個是 小R平方 然後我現在把它加起來 加起來的話 I 就等於把它加起來 這長柱可以拿出來 R平方 是2大M 然後R的話 是從0 計到那個大R 這是R的三次方 DR 好 那我們知道呢 三次方幾乎是 變成四次方 這個是R平方 分之2大M 乘以多少呢 三次方幾乎變成四次方 四分之一 R的四次方 0到大R 然後三下鍊帶下去 這是四次方 那是二分之一 所以這等於 二分之一 乘以 R平方 分之大M 他再乘以大R四次方 所以這二分之一 大M的R平方 好 這就是圓盤它的轉動關量 好 圓盤轉動關量找出來以後 看它運動腳動量 那角動量的話,L是等於I omega 所以這個很高三 等於1mr0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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r 這個是角動量 再來我們看看它的旋轉半徑 我們知道旋轉半徑怎麼定義 這個轉動觀量 I的話,定義乘多少呢? 這個是等於K 旋轉半徑 旋轉半徑的話,我叫什麼呢? 這個叫K 就是等於mk平號 k平號 k是等於旋轉半徑 所以k等於多少? k等於mi開根號 i是等於這個 m消掉了 所以是二分之r平號 開根號以後,變成根號二分之r 這裡就等於旋轉半徑 旋轉半徑 旋轉半徑 跟它的二分之r